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宝 是伊贝斯纯的爱放心爱伊贝斯纯净面膜或禀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前往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堂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站由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 还轮开了眼镜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打开手机微信摇一摇 进入到摇电视 然后找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精美的好力等你来拿 同样是由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放到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了解 更多的情感故事 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节目主持人张宇东张老师 欢迎张老师 节目主持人沙娜沙老师 欢迎沙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蕾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好了 接下来就看看 他们如何帮助嘉宾朋友 走出情感困惑吧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真的太现实了 从事前我没钱给我脸色看 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和自尊 我也不是生下来就有钱 我也一直在努力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要相互理解 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时间 我觉得他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对我越来越不好 他说我现实 把金钱看得太重要 其实真的是他很幼稚很不成熟 我觉得我对他已经很好了 能付出的该付出的我都付出了 他反而还觉得我不爱他 让我们掌声庆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24岁来自湖北 是一名舞蹈老师 女嘉宾小夏22岁来自广西 是一名化妆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谈恋爱多久啊 快四年了 快四年了啊 今天是你要来的是吧 是我要来的 为什么你要来啊 我想再努力一次 女生想分手是吧 对 所以他说再努力一次 为什么要跟他分手啊 因为感觉男人在一起特别累 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 比较宠我 就是我说的他都听 一切都以我为主 后来呢就脾气越来越不好 天还松我 还觉得我这不好那不好的 还有他一天无所事事不工作 一个月可以换好几个地方 我换工作是为什么 工资低啊 所以我想有一份高薪的工作 这样我们都可以轻松一点 那你要有能力去赚更高薪的工作 你没这能力怎么行呢 我觉得我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 老板没有看到 所以我觉得这里不合适 所以我想换一家 我才会换那么多 不然你觉得 我没事换那么多工作干嘛 好玩吗 我就不明白 其他员工在那里 都一样可以上班 就你不行 我和别人不一样 都是人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就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 我的启发点是想赚更多的钱 我去换工作 做过什么职业啊 做过厨师 厨师 然后做过销售 销售 就两份职业 还好不算频繁 但是他可以一个月换到15个地方 搬家要搬两趟你知道吗 就是不稳定就上个几天 每两天就要换一份工作 对 这个资料上不说他是舞蹈老师吗 他现在也不是做厨师了 现在不做厨师了 我感觉他父母 我感觉他父母并不是很喜欢我 就连最起码的客气都没有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感觉你妈妈不是很喜欢我 他说我很小气 斤斤计较 我觉得我一个女孩子 大老远的跟着他回老家 对不对 他应该多一点关爱 他每天都出去外面玩 喝酒都不带我出去 每次带你出去的时候 你对我的那些朋友 兄弟都是板着脸 不跟他们说话 你这样让我很没面子 那是因为你的兄弟 根本就不尊重我 他朋友很过分 我们那时候在KTV唱歌 他旁边就坐着他老婆 他隔着手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当时为了给他面子 我没有对他朋友发魂 你知道吗 我就跟他说了 他不相信 他说我朋友不是这样的人 这个事情我们不是说过了吗 当时那么黑 在KTV里面你又不是不知道 然后大家喝了点酒 可能他旁边不是坐着他老婆吗 可能他是摸错了呀 后来我不是有 让他去跟你道歉吗 其实我去上厕所 你知道他朋友多过分吗 我一进厕所 他跟着我进厕所门 那我就尴尬 我就出来 他跟着我出来 这很明显 我兄弟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玩世不恭 你兄弟的性格这样 我就该迁就他吗 可能他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是不是有点考虑多了 哪有人这样开玩笑的 所以其实你觉得无所谓对吧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爱我 不是无所谓 是怎么说呢 就是还是会有不开心 但毕竟是兄弟嘛 就是时间这么长 不好因为这个撕破脸 哦 根本就没感觉到你当时有一点不开心 好吧 女生那个时候就没想着要离开吗 那时候我很难过 我一路哭着回家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站起这不同天了 而且我是很爱他的 所以说我觉得那我就忍了 忍了 对 我就忍了 后来呢 后来他就越来越过分 他不带我出去 然后呢有一次他不带我出去吧 他跟他朋友在我们家楼下 烧烤也要喝酒 就出事情了 出什么事 就动手打架 他们就打起来了 然后后面就把对方给打伤了 然后赔了很多钱你知道吗 当时他根本就不敢跟他父母讲 就我一个人替他承担 帮他把这个钱赔了 我问我家里面人要了 他就是不跟他父母说 我那个时候是跟朋友出去下面去吃烧烤 然后之前因为兄弟的事情 然后跟他吵过一次价 我就不想再带他出去 怕发生类似的事情 大家很尴尬 完了之后就是 好像当时朋友跟别人有一个不愉快的地方 然后就是别人把我朋友这里 眼睛这里给打了 然后大家都是兄弟嘛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 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 然后就没有想太多 就直接就冲上去跟别人有肢体上的一些冲突 完了之后就把别人弄伤了 然后后来就是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出了事 然后就比较后悔 然后比较怕 冲突的时候只是想着 哦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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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气 但是做完之后就发现好像有点过 然后行为方面有点不同 他心里面就不敢面对不敢承担 我就觉得他真的有点说 要是你出面帮他解决了什么 对 是我跳出面的 是吗 我就是最后医药费那方面 当时我也没有太多 所以我就想让他帮我一些 然后你问你父母要的 对 我当时用了我自己积蓄 然后不够 然后我问我妈妈要了 你怎么跟你母亲说呢 我实话实说呀 那你母亲怎么想你这男朋友呢 我妈妈肯定说了我呀 当时我说我是要跟他结婚的 是要走到一起的 所以说他现在有难 我肯定要帮他呀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这个钱现在还给你母亲了吗 没有 是我还的 那你干嘛不把钱给人家 他根本就没有钱 他一年多了都没有上班你知道吗 为啥不上班呢 他说心情不好 就因为出来那件事情 然后他每天就送我 每天就这样 这样说我那时候我 每天下班很累 我那时候上两份班 我那个时候就是心里压力比较大 然后那段时间又经历了很多事 所以整个人好像有点沮丧 可能在这方面对他 一年多啊 中间也有断断续续的出去找工作 就是没有那个 但是都没有成功 就是干了几天 他就闲着不好 闲他不好 后来还想要做生意 你知道吗 想做小生意 也是我问我妈要的钱 然后面对他投资了点小生意 做了几天他就不做了 他嫌累 他说不好做 就不做了 对 就不做了 把我气了 我说他 他乐意 你就没试着离开这男人一下 我试着离开了 试着离开了 我们分手分了很多次了 但是就是分不掉 为什么分不掉啊 我心很软 他每次就来找我 你知道吗 每次我就回家了 去跟我妈妈 他每次都来找我 没想着试图到另外一个城市 换一种方式生活吗 现在是这样子 去哪儿了 我现在到合肥了 去了多久啊 现在待得有 也有几个月 那这几个月你也在合肥吗 没有 我去了杭州 异地了 嗯 那个时候大家彼此都想 冷静一下 我觉得需要 我们大家需要冷静一段时间 看一下还需要彼此吗 你觉得还需要吗 我觉得他 就是我离开他的这段时间 他没有任何变化 他这个中间你们联系吗 很少就是发微信 偶尔会回我几句 等等等等等等 为什么没有变化呢 没有变化我干嘛 要拜托节目组 请你过来 你的变化在哪呢 我现在没有工作吗 我没有挣钱吗 你没有到处借钱吗 你像每个月都是负数 天天向你朋友借钱 你什么时候 能把你钱还完呢 我有那么多外债 我要还啊 可是你还什么外债啊 欠他的 欠他的是该还啊 但是他现在还没还过 一次都没还过 一次都没还过啊 对 那就要还什么还啊 你现在还问朋友借钱啊 是这样的 我自己现在是有工作 然后自己偶偶花销 在外面租房子 然后他的钱 我想一次性都还给他 还了吗 现在还没存够 所以还没有还 那你问朋友借钱干嘛 自己花 就是可能这个时候 我想多存一点 然后自己生活开销不够 所以我就找朋友借一点 哎呀 我现在这个确实 上了岁数之后 这反应啊 逻辑都不对了 不是 我感觉他 他的逻辑一般人不懂 你知道吗 说得我都听不懂 我跟你是一样的 我有点听不懂 就这个逻辑 你跟他说这样 他跟你扯得老远老远的 说东说起的 你这几个月 其实是没有联系是吧 就是偶尔会 微信问候一下 吃饭了吗 所以我特别好奇 你今天为什么来呢 他跟我说 他想要我给他一次机会 证明一下他自己 是要证明一下他自己的 是吧 你打算怎么证明呢 我想告诉你 我真的有变化 可能我现在表现得还不够多 你看不出来 但是我既然能来到这里 当着这么多的人的面 把这些东西说出来 我知道我自己 在你的眼中真的 真的很差 做了很多不成熟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真的想 好好再努力一次 就是让你看到我的决心 可能我目前像你说的 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我希望你能 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次听懂了 这段话我听懂了 就是过去我不成熟 现在我改了 你信我一次吧 是这意思吧 他这个话说过很多次了 我给过他很多机会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你说我给你一年时间 让你去改变 两年 三年够不够 你年年都是如此 没有任何变化 我今年也不小了 是不是 我肯定得为自己做打算呀 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年 从我一出社会开始 我就跟他在一起 在一起到现在 过去的时候 我只是对你一个人说 今天我站在哪说的 有多少人看着 没有 我能走上这里 我鼓了多大的勇气 我 难道我希望 我就是站在这里 把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情 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吗 我希望这样吗 你说话从来都不说话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行吧 看来这段感情是 需要有一个了断的时候 怎么了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邱比特文见 来 萨老师 一个如果真心付出的人 他是不会把自己做过了什么 为对方付出了什么 挂在嘴上的 听到现在我始终觉得 你到目前为止 依然是一个形式 注重形式的人 我把我所有对你的付出 我告诉你 然后我告诉你 我现在有改变 具体改变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改变是要用实际行动 来证明的 你说该还的钱没有还 然后也没有还完 你现在可能改变是 只是有了一份工作而已 能养活得了自己 可是男人不就是应该顶天理地 先承担得起 生活的这份责任 然后再去谈爱情吗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想要追回这个女生 想要改变的话 你有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多几个月的时间 你完全可以用你的实际行动 让他看得到 不会在今天这里还在说嘴 其实说这些 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 然后包括其中说到一点 就是说你的兄弟 对他不尊重的这件事 我非常的震惊 也非常生气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 我觉得在你身上 好像体现的特别恰当好处 就是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如果我是你女朋友的话 就这仅此一件事 我断不会跟你再有任何的来往 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位置啊 你这么不尊重我 这是不能接受的 放在任何一个女生身上 都不可以接受 这是一个底线问题 然后女生我想跟你说的是 如果你要决定了 就不要回头 今天的追悔末迹 就是因为昨天的心软和犹豫 如果你不舍的话 不要着急复合 要真正看他做了什么 不要听他说了什么 好吗 好的 好 谢谢二位 好 谢谢莎老师 来 于栋 哥哥比你多吃了十几年的言 说两句虚掌你的话 对面的漂亮女孩 是你的初恋吗 初恋 那个女孩 她是你的初恋吗 必须是 必须是 好 OK 那我理解了 你们现在的生离死别 和不肯放手这件事情 初恋的确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非常非常非常的 值得留恋 跟值得珍惜 可能是一辈子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我们在二十岁的时候 我们可能经历很多 也想要很多 但是我们可能 共性的就是都不太会去懂得珍惜这件事情 当你过了三十五岁 跟我一样 在夜来人静 《午夜梦回》的时候 有一张脸 有一个名字 一直在你的眼前萦绕的时候 你可能会懂 周星驰在《大花西游》里那句经典台词 就是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你面前 你没有珍惜 这个是最大的痛苦的地方 我觉得我都想替你好好的去珍惜这个女孩 你知道方法是什么吗 方法就是 你要把你所说的 全部都化作行动 用一个结果 来呈现在 这么好的一个姑娘面前 你用结果告诉她 我不再像以前只用嘴说的了 我现在有结果了 我每个月原来比如说两千块钱的月薪 我现在可以拿到五千了 我之前欠你几千块钱几万块钱 我现在的计划慢慢要还给你 我们现在虽然你在合肥 我在杭州 但是我的规划是 我希望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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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一二三用事实用结果 去重新地去赢回 这么可贵的一颗真心 那我想跟女孩说的一句话 初恋固然美好 但是你需要成长 未来你的人生另一半 不管是不是对面这个男孩子 你现在最需要的都是成长 而不是留恋 好吗 好 加油啊 好 谢谢江老师 谢谢啊 来 杜老师 好 姑娘 我跟你讲个事 是一件真事 有个女生跟你一样 也是18岁那年遇上自己的初恋 她跟自己的男朋友 在一个工厂的流水线上做普工 她很爱她的男朋友 工厂里是包中餐的 他们中餐就在工堂的食堂吃 晚上三班倒完之后 就去菜市场边上的小卖部 吃夜宵 两个人点一份快餐 那个女生非常心疼自己的男朋友 每次都是挑里面的配菜吃 把肉留给自己的男朋友 有的时候甚至说自己减肥而不吃 看着自己男朋友吃得很香的样子 直咽口水 但是她很爱她的男朋友 她说我大概每个月 我最幸福的事就是觉得 我能够一个月看两本读者文摘 90年代的时候 一本读者文摘是三块钱 她说我要是一个月能读两本 我该多么幸福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很窘迫 那个男生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老是在外面欠钱 然后每次他的兄弟们 都是找这个女生来还钱 当然后来那个女生才知道 大概就是她的男朋友 让她的朋友找她要 就这样的日子过了四年 她说虽然是穷困的四年 但我甘之若移 因为那就是爱吗 爱就是要奉献 但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插曲打破了这所有的一切 这个女孩子的妹妹 也到这个城市里来打工 因为年轻 所以把钱存在她姐姐这儿 但有一天她发现 她妹妹给她的这张工资卡上 一分钱都没有 她反复地想 接触过这个工资卡 翻她的包的人 只有两个人就是自己和男朋友 于是她就问了她 她的那个所谓的男朋友 倒是很爽快地承认了 是的 你取钱的时候 我偷记下了密码 后来我把里面的钱取空了 所以这个女生彻底失望 她觉得这个男生不是不思进取 而是不知廉耻 甚至思想里面很坏 于是她毅然地跟她提出了分手 但让人觉得更可恶的是 分了手之后 这个男生到处散播说 这个女人离开她是因为她穷 甚至有些人还来劝和她们说 哎呀你们在一起四年不容易 那个女生说老娘真的要发飙了 我穷了四年跟她在一起 就是因为是初恋 我为她付出了这个付出了那个 我这些年一分钱都没有寄给过家里面 全部贴在了这个男人身上 结果分手的时候 她居然说我是嫌她穷 所以说穷不可怕 又穷又绝望才可怕 绝望是什么 就是你在一个男人身上看不到希望 遥遥无期 而且这种希望 不光是在她的所谓的工作前途上 看不到希望 即便是在作为她的女人 你维持她的尊严的情况下 你也看不到希望 我可以想象 当她的那个所谓的朋友 掐你 你肯定用眼光看过她 看看自己男朋友会不会站出来 为自己说句话 但她没有 你是不是觉得很绝望 所以这种绝望 是致命的 你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 你甚至连说一句公道话的 勇气都没有 我想请问你那个朋友 把你当朋友吗 真正把你当朋友的人 不光尊重你 还要尊重你身边的人 尤其是你的女朋友 她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所以我是坚决赞同你离开她 其实我知道你内心的想法 你可能不需要她有太大的出息 但只需要她能够把你捧在掌心 关心你 注视你 她的成败 其实并不是非常重要 但是你要知道 这四年来 她所有的斗志 所有的自尊心 其实你有很大的责任 你的一步又一步的 没有底线的退让 让这个男人失去了斗志 不要再因为 你跟她在一起的四年 因为她是你的初恋 因为你曾经把最宝贵的给了她 你就认为 要为了这所谓的四年 再搭向 接下来的 左四年 右四年 没有意义 无论是你跟她在一起 或者不在一起 如果你真爱她 需要她能够重新燃起斗志 你都应该离开 甚至 如果你还继续这样下去 你没有办法对自己交代 更没办法对你母亲交代 你说呢 对 就这样 谢谢图老师 我一直有一观点 我觉得 感情是有死刑的 对于一个人来说 感情 一段感情是有死刑的 但是人生在 你没有结束生命之前 是没有死刑的 有的时候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他的人生 就是因为一段感情 该死的感情没死 他的人生死了 所以生活里面 叫生活辩证法 我一直这么看 对于一些人来说 感情没了 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因为生命变得鲜活 对你是这样 对你也一样 所以女生啊 情感死了还可以再找 人生死了就没有了 那个诗特别好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些情感也是一样的 其实情感不在了 不可怕 没了就没有了 但是人生失去了尊严 就太可怕了 以后碰到那种人 不要留什么面子 什么男朋友什么 挥起来就一巴掌 这是你最该做的事情 没有了 你们自己去看看 应该怎么办吧 做一个了断吧 都已经了断了 何必再纠缠呢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断掉我所有的朋友好吗 我把我存的钱 现在都给你 哪怕它不够 但是我真的有再去改变 我真的不想 就这样把你给放弃了 我真的好想再努力一下 我想请你相信我 哪怕我现在的改变不够 达不到你的要求 但是我真的有在改 我们不要吵了好吗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相信我 我需要再考虑 考虑 这次我来像一个男人一样 站在这里给你依靠 相信我 相信我 回吧 两位 来 请关门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顿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各回也可以通过 天津FT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顿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索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VD距离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结果 请开门 开始 请开门 请开门 我们的距离到这 多再见吧 不想说对吧 谢谢你 秦辉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如果这个女生的离开 让这个男生真的明白 过去是她错 并由此开始 她一个全新的人生 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来值了 如果说她离开了这个节目 心里还在抱怨说 为什么你们都不帮我 为什么四年的感情 你对我这么绝情 那我觉得 你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改变 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不是你伤害了别人 说一句道歉 别人就可以原谅 好了 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两人已经结婚八年了 这八年她没有一天不挑我的毛病 一会儿说我这不好 一会儿说我那不好 就连玩个游戏 她都说我没玩 不是我挑她的毛病 三十多岁的人 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 孩子也不带 家里的事也不管 一点男人的样子都没有 男人的样子是要靠女人维护的 她在外面一点面子都不顾着 弄了朋友都不愿意和我相处着 到了家里连孩子也不让我管 但我觉得一点地位都没有 这些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现在又来怪我 如果你不做出一些改变 孩子你永远都别想管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陆先生31岁来自吉林 是一名工人 女嘉宾吴女士33岁 同样来自吉林个体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八年了 老夫老妻了 有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啊 男孩 多大呀 八岁 今天是老婆来诉苦的对吧 对啊 求修理的对吧 对 我一看这体重这么大 估计你们也修理不动 陆先生现在爱玩游戏是吧 对 因为玩游戏跟老婆打是吧 因为我俩是农村的嘛 然后在家的时候 种点地了 然后她再上外面打打工 小日子也挺好的 但是后来从哪 她迷上就是那个游戏了 然后我俩就是说得不停了 那都是以前就八年前玩的单机游戏 就手柄那种那卡带那还是那样的游戏 那么多年了你还提她干嘛 刚开始的时候玩手柄 后来不就是玩手游了吗 玩那个游戏的时候 叫她吃饭 她也得叫几次 每次就要吃饭 啊 来了 完了 然后该玩还是玩 刚开始玩那个手柄游戏的时候 我就生气的时候 就给关了 她也不说啥 但是后来就是从哪玩这个手游 我再给关的时候 就和我生气和我吵了 你看她就是说得长得挺胖的 挺安分手挤的一个人吧 一吵就是说得可实在了 但是就是因为玩这个游戏了 学会那个撒谎 然后骗我 有时候我给她打电话 说她你下班了 那个咱还不回来呢 她告诉我 快了一个多小时 马上就回来了 有时候就是打过那个四五次吧 也不回来 确实就是上班 问她去哪了 她有时候她就说加班了 加班然后我就去 单位那个底下楼下去找她去 到那一瞅灯也关了 根本就没有人了 干嘛去了 下班那天也是加班 但是就比平时早一点 都是工地几工几个工友嘛 没事处理喝点吧 就这么的 我就没告诉她 其实也是加班的 但是那你喝酒去 你可以告诉我 你可以说呀 为什么不说呢 刚开始的结婚的时候 她从来都不骗我 说上哪儿就上哪儿 说啥时候回来 就是什么时候回来 那时候也领着我 然后后来就是从哪儿玩游戏了 她就我管她呀 然后一玩游戏 我就跟她俩吵 然后她就也不领着我了 自己说走就起来就走 就那样不像早先了 最可恨的哈 还说的那个 媳妇啊 我给你买了两张驴浴缸 演唱会的门票 我朋友整个买了两张票 就这么 我说让她去看驴浴缸演唱会 她就以为我说 在家骗她 给她支出去 其实她就是支出去 为了把我支出去 然后在家玩游戏 我做这个她以为我也只有支付 那你为什么不陪她去呢 我在工厅忙啊 哦 忙 后来的时候还说我 你妈想你了 你去上你妈家待几天吧 要你回娘去啊 哎呀 对啊 她回平时就是支我 就是那个想让我出去 然后她自己在家玩游戏啊 还建一个群 和那帮那个群友们 就胡碰狗友的就聊天 还出去喝酒 打牌呀 什么都都学会了 怎么是胡碰狗友 那学类朋友怎么是胡碰狗友 那怎么就不能说是胡碰狗友呢 真正的在社会上的朋友 都哪儿去了 一个都没有了 哪儿去了 早先 为啥哪儿去了 你不是要吗 为啥哪儿去了 后来都没有朋友了 就从来玩这个时候 她说我为啥 我外面没啥朋友 以前我跟我朋友 我们一起有个 就是都是我圈总的朋友 以前不是游戏的朋友 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都是订好这个饭店了 但是我们晚上去了晚点 这饭店就打烊 关门了 就换地了 过来我们吃 反正是往时间长了一点 她就上那饭店找我们去 开始去那店 我没吃上吗 打烊了 我打电话问我在哪儿 我就说我换地 换地了为啥不告诉我 那你要告诉我的话 我就不至于生气了 是 她就自己 我告诉在哪儿 打车就过去了 过去了可能好 把我的朋友那边 一顿全给骂了 说以后再和我老公出去吃饭 你看我哪个骂你们 以后谁也不许那啥 然后回家就说 我不给他面子了 你说我怎么能 我那怎么能接受的那种 也没什么 你不跟他们喝了 也不吃了 对 她说了朋友都没了 没人敢着 然后用户玩这个破游戏 都加到什么样了 一天天的也不管我和孩子 也不照顾这个家了就 有一次把她都出去一个月 两个月的 然后就不回家了 又或我和她朋友吵架那次嘛 没给她留面子 然后就和我生气了 生气就走出去一个多月 然后就是上一碗处干活去了 我打电话她也不接 和我忙怎么接 你忙的时候你能总忙吗 能成天总忙吗 你得最起码打个电话的时间 也能有吧 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我打她也不接 那也不是说我不接 主任你也知道 我在我家那边 我们自己我有个小工程队 现在我们家那边附近嘛 活比较少 就去外地了 远处 山东啊 玩哪儿的 基本上有活 现在就可以就走 他打电话也是忙的 确实就没 不是说故意不接电话的 我家孩子 我记得有一次晚上高烧了 都半夜了 那个时候因为在农村嘛 找车也不好找 农村车少嘛 那个孩子就是高烧 那个时候就特别热 然后那个我就带孩子去医院了 到那医院的时候 那个大夫就告诉我 说这孩子 那个再来一会儿 就是说这特别特别的危险 这个孩子吧 必须得那个住院打针 然后那个时候 你说我一只手抱着孩子 一只手还得给孩子 拎着那个吊瓶 还得抱着孩子 然后还得给他取药 还得给他挂号的 后来那个大夫 看我抱着孩子 挺费劲的 然后就是说要那个护士 说得帮帮我吧 然后那个时候 你都不知道 我给他打电话 左一边打右一边打 也打 我确实是忙嘛 你夜里忙什么呀 我们在工地 就是有时候 晚上经常加班 但是收料来料了啥 就去去去去去 不是 我不能 不可能说 故意不接电话 但是你说孩子有病 你别疯我们了 环保法规定了 八点之后 大工地能再施工吗 那是你儿子 别逗了你 然后那个孩子吧 他老问 说那个妈妈妈妈 我爸怎么还不回来 然后我说 我给他打电话了 他一会儿就回来 那时候我还得骗孩子 那时候我心里 真的特别特别地难受 理解 理解 一心子 就是说这 这种生活 我真的过够了 一心子就是 太难了 太苦了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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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句啊 你今天来干嘛呀 我来就是说 看看那个 能调解 就调解 调解 如果说 实在是说 调解不了 我也没有办法 那就只能说 走那个那一步了 哪一步啊 就是说离婚呗 听见没有 但是说 如果说 他要能改的话 我也看看吧 这还没开始谈判 自己先软了 你知道吧 不能离婚 那个前台词 其实说白了就是 打游戏只是一个引子 和一个借口 妻子要说的 八年期间 这个丈夫好像变了很多 家和孩子 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可能对他来说 游戏啊 应酬啊 喝酒啊 出去啊 吸引力更大 对吧 所以这段 这段情感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学 来 大老师 能听得出来啊 二位的婚姻可能进入到了一个平静期了 女的觉得这样过下去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男的觉得没什么 我之前这么长时间 这八年不都这么过来的 对不对 是不是现在觉得女的有点侥幸 怎么现在开始侥幸了 以前不都这样吗 怎么现在开始这样了 现在他关心他啥都以为我骗呢 发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这八年来 对他的关心不是日益在增加 而是日益在减少 所以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温暖 对他的关心 关怀 他当然会起疑心了 他当然会不信任你了 还有我想跟姐姐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咱女人有的时候活得傻一点 其实挺开心的 就是你真的干嘛非要知道 他背后那些原因 您干嘛去要那么累地猜忌呢 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吗 当女人抱怨多的时候就老得快 抱怨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不平衡 心里越来越觉得 怎么这样 生活怎么是这样啊 不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啊 这男人一点都不关心我 但其实有的时候 这个心态是自己调节的 我知道你可能一天围着三尺灶台 然后这边是孩子 每天家务事这么多 肯定很辛苦很累 抱怨难免会多 所以刚他真的没办法及时改变自己的时候 你要学会自己调整自己的情绪 好吧 好的 好 谢谢二位 好 谢谢夏老师 来 于栋 我可以说两句过来人的话 如果重的话你不要介意 好吗 老婆和孩子在你心目当中 谁更重要一点 一样 真的吗 真的 那现在孩子对你 你觉得很亲吗 不亲 原因是什么 原因可能就是他教育的方法 你希望未来你的儿子长大之后 跟你一样还是说比你要好 当然比我要好 望子成龙对吧 对 那他需要一个好的教育的背景 需要一个好的导师 当然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他就是需要父母好的以身作则 尤其是你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八年了 我们可以接受一段婚姻 经过八年之后可能略有一些疲惫 略有一些平和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一边在抱怨 一边在相互指责的时候 其实更重要的 就是拿出更多的精力跟时间 想想解决办法 我有几个小的建议 那我觉得如果从这一刻开始 想要挽回儿子对于你的这种 原本的那份尊敬的话 其实你应该可以考量一下 你未来的事业规划 这种经常不在家 甚至不在本省去外地 并不是一个持久之计 或者它不能马上解决 你现在的亲子关系 你可以有一些别的规划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比较务实的事情 另一方面 从老婆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孩子现在也大了 对不对 八岁了 对啊 你其实可以有大把的精力 腾出手来做自己的事情 换句话说 你要有一点经济独立的能力了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东北农村有很多的土特产 你都可以卖啊 你都可以做啊 如果想顺利的 平稳度过这个平台期 或疲劳期的话 两个人都要做一个努力 那个努力就是 要让对方重新地认识自己 让对方觉得自己 重新地眼前一亮 两个人都要调整 因为现在孩子 毕竟越来越大了 最后一句话 顺便说一句 跟大兄弟说一句话 要想让孩子尊重你 最简单直接有效的办法 就是对孩子他妈好一点 好吗 谢谢啊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宇东 来 童老师 中国男人对于家庭责任性的缺乏 是普遍存在的 有一本书的名字特别有意思 一个朋友写的 说女人是助朝动物 男人是野生动物 女人做一切 是为了这个家 但是男人认为 家的一切是为了我 好像这家只是女人一个 而不是她的 男生 你想想家是什么 家里温暖的港湾 家是温暖的港湾 你怎么那么不爱待在家里呢 我上班的时候基本就在家 你在家干嘛呢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女人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个家里 无论是往里买东西 还是在家里嫂嫂 妈妈 她一切都是为了经营这个家 但男人不一样 男人认为家是我生活当中的 一个必要的东西 但是家并不是我的全部 家的存在 是为了让我更好的奔事业 家只是我的后方 而不是我的阵地 这跟女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不光是你一个人这样 挺多男人都是这样想 只要有一个地儿 能让我回去待着就成 她是这样认为 但是女人不一样 不过坦率来说 要搞定男人其实挺容易的 就是让她真正地认识到家庭 对她的重要性 你要让她整天只愿意待在家里 不愿意出钱 其实这一点挺容易做到 你要让这个家庭变得有吸引力 让她回去之后是窗帘几近的 让她回去之后是感觉在家里面 待着比在外面喝酒要舒服的 所以你在家庭生活当中 不光是要把家庭打理得整整有条 更关键的 你还得让家庭变有一种 吸引她的幸福感 唠唠叨叨的女人 表面上是为了让男人回归家庭 其实是适得其反 当然我也不是说 在家庭生活当中 你要一昧地纵容她 你得给她 为家庭添砖加瓦的 这种机会和认可 如果你每天只会说 你这死鬼 你老是不回来 老娘不要你也能生活下去 你扔两个钱就行了 或者在外面跟她争吵的话 那只有说 她更不想回到这个真实的家 而想回到游戏里的那个家 所以说真正聪明的女人 会告诉男人 其实家庭是你最吸引的地方 你说呢 谢谢老师 表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她的问题是很多男人存在的问题 另外再说一个孩子的事情 当你发现孩子不认可你的时候 你心里会非常的沮丧 我要是出差 出长一段时间回去 我要抱抱我们家樱桃的时候 她就立马会 不要不要不要 她好像学的第一句话就是 不要不要不要 但是我们不能怪孩子 因为的确 我们照顾孩子没有母亲度 所以说当孩子不认可我们的时候 作为一个男人是最不受认可 那既然如此 那就只有花更多的心思 对于生活来说 的确如此 你付出多少 你就回报多少 如果你轻视生活 生活反过来 同样会轻视你 所以这个东西需要三方面的努力 还是那句话 温柔的鼓励远胜于严厉的磕子 好吗 祝你们幸福 谢谢老师 行了 留给你们吧 反正还是有感情的 来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老婆 毕竟我没结婚8年了 我肯定是一直都是爱你的 我说过 可能就是爱你的方式不一样嘛 以后我会把那些坏毛病改掉的 希望你让我和你一起照顾孩子 让我和你一起教育孩子 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这8年你都没有改 以后能改吗 肯定会改 放心 希望你以后能改吧 亮灯吧 好好陪陪儿子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吧 请开门 开始 请开门 来 跑两步把老婆抱过来 你别动啊 你别动 跑 跑 把她抱过来 中国有句老话叫深大力不亏嘛 抱得了吗 可以 别摔着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我们要感谢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伊贝斯 纯的爱 放心爱 伊贝斯纯净面膜 提供的奖品赞助 来 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老婆 你相信我以后 我一定会为你改变的 我给你一次机会 哎 亮灯吧 我是真不想让那个灯亮 我相信这样的时刻 对这对夫妻来说 已经是太久以前的回忆了 哎 回家有人说 就抱抱老婆吧 没别的要求 谢谢你们 请回吧 谢谢啊 谢谢啊 祝她们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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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她们幸福吧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伊贝斯爱情保鲜剑 有网友向图老师提问说 我们在一起一年半了 刚分手第二天 她就和前女友在一起了 我为了她 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圈子 现在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该怎么办 要把上开始 美好的爱情是通过一个人 看到整个世界 只有糟糕的爱情 才会因为一个人 放弃整个世界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三位老师 谢谢她们啊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伊贝斯 纯的爱 放心爱伊贝斯 纯净面膜冠领播出的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前往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友 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 谢谢以上机构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当然要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同时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